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5回 黄元明三人也是知无不言 没有意思隐瞒的意思 全部问题主要由黄元明回答 那另外两名老者呢 则不时的插口补充 务必想让汉里满意 不久之后 汉里就对这些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心中安心了下来 除了骨膜和漩涡事件之外 其他的所谓大事 不过是哪些地方又出现了什么灵药或者是宝物 或者是两个修仙宗门结仇争斗一番 这些事情对汉里来说根本都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汉里呢始终神色如常 仍然一本正经的听三个人娓娓道来 至于那洛云宗的事情 汉里没有去问 毕竟啊 此地离西国太远 他们这种末流的家族不可能知道什么具体事情的 真是要打听洛云宗的事情 虽然还是要去访试或回归了西国之后 再去仔细的问一下 听完了所有三个人的讲述之后 汉里的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旧袍啊忽然往桌上一幅 清光闪动之后啊 一对金灿灿的短歌出现 有了三位道友和韩某解说了这么多 才好的东西再下也没有 这一对断金歌法器就送予三位道友吧 哎呀 多谢前辈赠宝 这好像是上界法器 黄元明目光啊 在那一对金歌上稍一打量 急忙躬身势力 大喜过望的借道 以他们三家的势力 上界法器倒不至于一件都没有 但是三家加起来也不过是寥寥几件而已 个个呀都势入至宝的 而现在呢只不过回答了韩磊几句话 就轻而易举的得到此等宝物 自然是惊喜交加呀 这一对断金歌虽然只是上界法器 但若是配合使用的话 这也并不比顶界法器差到哪里去的 我早年无意中得到之后 觉得有些意思就一直留在手中至今 如今送予你们倒也不算埋没了他们 好处已经给了你们了 我呢也不久留了 以后若有机缘 也许还能再见吧 韩磊稍一解释金歌的威力 就轻声一笑 周身灵光大化 骤然化为了一道青红 飞出了厅门 闪了几闪之后 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 三名老者一愣 没有想到 韩磊说走就走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口中一大堆的感谢之言 不得不纷纷咽了回去 随后三个人的目光 同时落在了桌子上的那对金歌上 还真够大方的 就如此轻易的送出了一堆上界法器 哎呀 这要看是啥人了 上界法器对我等来说 自然是珍惜难得之物 但是对这位前辈来说 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哦 三个人中 这白袍老者忽然脸带一丝古怪的说道 哦 王兄 这话是何以啊 怎么听你的口气 你好像认出了这位前辈 黄元明心中一动 不由他问道 原来老者也是吃了一惊 望向了白袍老者 黄兄啊 你们啊 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这个人一出来 就询问坠魔谷和那妖魔的事情 看样子如此年轻 就有如此高的修为 又自强性寒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是谁吗 哎 不要忘了 在坠魔谷围攻那两个妖魔的时候 除了战死的原鹰修士之外 不是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失踪了吗 嗯 你 你说的那人 那位 韩前辈 黄元明一被提醒 脸色大变 失声叫道 原脸老者也醒悟了过来 同样是满脸的震惊 现在两位兄长明白小弟的意思了吧 这位前辈可是仅次于三大修士的存在 出手才如此的大方啊 听王兄如此一说 还真有七八分可能 不过 不管是不是那位韩前辈 作为我等没别的 我们就算想攀附人家 这种等级的修士 也根本看不上我等家族的 这次能得到两件上街法器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估计啊 也是这位前辈 看在破坏了灵泉之水的面子上 才赠予的 哎 得了 咱们现在说说 这对金歌如何处理吧 沉默了一会之后 黄元明叹了口气说道 这话语之中 仍然含有一丝无奈之意啊 虽然说的机会难得吧 像韩伟这种等级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 那实在是太高不可攀了 孤儿心中纵然惋惜 倒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听到黄元明提到这对金歌 另外两名老者 也将韩丽身份的问题 暂时搁置在了脑后 再将目光瞅向了金歌 毕竟眼前法器的归属 才是摸得着 看得见的好处啊 三个人当即为了两只金歌的归属 和使用 开始长时间的商谈了起来 咱们呀 不提着三名家族长老分饱商议 接着说我们的主人公韩丽 他自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三个老家伙认了出来 人早已经就出现在了白玉里之外的地方 这一次他好不容易从空间裂缝里出来 并没有一下子跑到东玉国的地方 倒也是一件侥幸之事 毕竟那破开空间的那薄弱一点 可是游走不定的 就是一下子处在了千万里之外的地方 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哎 小子 你下面准备去哪里啊 直接返回洛云宗吗 那炼制傀儡的材料不是还缺一些呢 必须要收集的 大眼神君的声音突然在哈利脑中响起了 此时我自然知道 不过你要的材料 无一不是世间难求之物 估计就是整个天南也没有办法收集齐的 这可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办成的事情啊 哈利皱了一下眉头 有些无奈的说道 哎呀 你觉得老夫我还能再等七八十年吗 若是天南找不到材料 那呀 就去一趟大街 在那里只要你零食够多 什么样的珍惜材料找不到 哎 老夫先跟你说好了 若不能当老夫面前将那傀儡炼制出来 老夫宁愿将炼制之法回去 也不会在惊魂消散之后将炼制方法留给你的 大眼神君有些懊恼的说道 放心吧 大街啊 就是你不说 我也要走一趟的 你不是说过 我身上原本煞气太重 在接二连三的动用的血魔剑 已经邪气缠身很深了吗 若不及早去除 不但会对身体渐渐造成损害 而且以后在园英中期境界也是寸步难进的吗 哈利叹了口气 郁闷的说道 行啊 你知道就行 当初看到你第一眼就有些奇怪 你年纪轻轻 怎么会沾染到如此深的煞气 老夫早年也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那个时候身上的煞气还不足你的十分之一 哎呀 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啊 要不是你的功法还不够 这股煞气反倒可以助你修为更进一步 当然到了最后化神奇的时候 你飞升的可不是灵界 而是上古魔界了 哈哈哈哈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大眼神俊显然有些喜怒无常 这个时候声音怪笑声一起 竟调侃起韩丽来了 修炼到最后 修炼成古魔那种模样的怪物 哼 在下可没有什么兴趣 韩丽一听 冷冷回道 我说你这个小子 你不会真以为所有的古魔都长得奇形怪状吧 大眼神俊 默然片刻 后期有些奇怪 哦 前辈此话怎讲 难道变成古魔之后 不就成了异界的妖魔吗 难道还能保持人形 韩丽一愣 反问了一句 哎呀 这一点你可搞错了 据我看到的典籍提到啊 从人界飞升到魔界的魔修啊 即使成为了古魔的一员 这外形 这外形却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当然如果运用魔工加以变身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当年 古魔和善古修士争斗到最后的时候 就有一小部分修士受到高阶古魔的引诱 用魔器灌顶之法直接成为了古魔的一员 从而让最后的争斗更加的激烈 据说这些人被魔化之后 仍然保持人类的外形和神志 却甘心为那些高阶古魔所用 哎呀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猫命没有 从那以后 这才传出 人类修士 修炼上古魔功到极致之后 会自动飞升上古魔界的传闻啊 但至于那些本体 就奇形怪状的古魔要分为两种的 这一种是上古魔界的原始妖魔 是上古魔界最顶接的存在 好像是被称作圣祖之类的存在 这些妖魔稀少不多 却无一不是恐怖至极啊 甚至现在一些魔修修炼的上古魔功 还在不停召唤这些古魔的名讳 才能借来魔器施法成功啊 另一则则是我们人界的部分 妖修修炼魔功之后 自行飞升到的这个古魔界 妖族本体原本就不是人类 变成古魔后自然同样的恶行恶状啊 妖族 这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 他们怎么会修炼上古魔功 对吗 这件事你不用问老夫 老夫也同样是一头雾水啊 那部典籍上对此可没有详家叙述什么 只是好像上古妖族 接触古魔的时间 似乎比我们人类还要早得多了 具体的东西这老夫也不清楚了 不过老夫昔日 见到的一些高阶的妖族 现在可没有修炼什么魔功啊 身上也没有什么魔器 这其中的缘由 也许你以后到了大进会知道答案的 毕竟那里可保存着我们人界最古老的一些典籍啊 听完了这话 韩丽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心中想起了楚代中 那片据说是妖族传承之宝的凡胜针片 这上面的三头六臂的功法 看起来实在是当日那古魔施展的双头四臂功法 这两者是极为相似 难道他们真的有什么联系吗 默默的想了一会之后 韩丽忽然之间哑然失笑 就算妖族和古魔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可不是那种多管闲事 什么事情都想弄明白的人 有些事情啊 还是稀里糊涂一些好啊 而且他手中的凡胜针片 只是残片而已 就算真有整套妖族功法 他也不会闲着没事修炼去 光清源建绝 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修炼到极致呢 更何况 这个功法既然和古魔妖族牵扯到了联系 也不可能适合人类修炼的 韩丽摇里摇头 将妖族和凡胜针片的事情抛制在了脑后 转而问起了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 傀儡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我无论是否去不去大进 我自然会帮你将材料收集齐的 倒是你前两年就和我说过 七燕扇炼制方法已经琢磨得七七八八了 到现在应该彻底解决了吧 若是炼制之法已经出来 就不妨先交给我拿去炼制 我的飞剑一下子少了两口 无法再布置出剑阵出来 正急需一件压箱底的宝物呢 韩丽也没有拐而抹角 直接了当的说道 经过这二十多年的相处 他和大眼神君之间呢 已经是颇为了解了 关系倒变得比以前缓和了许多 甚至有些时候是半师半酉的样子 在七燕扇炼制法中 我将那些如今无法寻到的材料 该解的解 该替换的替换 倒是给你琢磨出一条方法出来 至于是否真能成功 老夫也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 倒是以此方法炼制出来的宝扇 其实不能叫七燕扇 该叫三燕才差不多呀 因为此宝原先需要八十一种 活属灵性的灵料才能炼制出来 被我改成了三十一种 当然呢 威力也随之降了一大半啊 大眼神君也没有遮遮掩掩 直接告诉了韩丽详情啊 没关系 就算威力有些降低也无所谓的 通天灵宝真有传说中的 那么厉害 这件仿制的三燕扇 也绝对不是普通修饰能抵挡得了的 韩丽想都不想的就说到了 我将炼制方法复制在预检之内 你呀 自己好好看看吧 不过即使是仿制的 里面有几种材料还是不好寻觅的 我估计想要炼制成此善 恐怕还要花费一番周折的吧 大眼神君淡淡的说道 然后 韩丽背后的竹筒中 筒杠一开 一道白光飞射而出 韩丽脑后长眼一般的反手一抓 就将其抓到了手中 正是一块白色玉碱 韩丽呢 不慌不忙的将神石沉浸进去 把此玉碱大概的看了一遍 眉头不经意的皱了一皱 其他东西倒还罢了 只要花一些时间 就可以将它们凑齐 再炼成灵料也就是了 但是这浩羊鸟长灵和赤火焦灵片 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上哪去找啊 最起码 我们没听说过 在天南有这两种东西出现过呀 这两种材料 已经是老夫想到的 最容易找到的替换品了 其他的东西 那更是一丝希望都没有了 这浩羊鸟长灵嘛 老夫昔日在大进游历的时候 曾经见过一名岳阳宫的年轻女修士 饲养了这么一头灵兽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即使原来的浩羊鸟不在了 想必还有后代留下 你倒可以前去求求看看 至于那赤火焦 这可就得看你的机缘了 不过若是去大进的话 应该也不能解决的问题 哼 说了半天呢 你啊 还是想让我跑一趟大进 喊里哼里一声 有些无奈 老夫让你去大进 也是为你好的 只有去大进游历过一次 你才能真正理解 什么是修炼圣地 大进国绝对是已知所有修仙界中的忠心所在呀 大眼神君毫不在意地说道 希望如此吧 但在离开东玉国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我必须先去坠魔谷外再看一眼再说 喊里将欲捡一收 平静地说道 干嘛 去坠魔谷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眼神君被这话可吓了一跳 有些吃惊 放心吧 我不想闯谷的 你还记得我那只天觉魔师吗 先前一从裂缝中出来 我就马上通过秘术感应到此事啊 竟然没有被灭 自然要去看看是否还滞留在坠魔谷内 看看能不能将其召唤出来 一说完这话 行李不想再多说了 骤然加快了速度 化为了一道青红 破空而去 一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五百二十六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